Linux核心设计 各位好,欢迎来到Linux核心设计讲座 那我们今天来探讨在这个课程 第一周以及第二周的这个作业 我们每周呢,就是都会有一个对应的作业 然后这个作业呢,会呼应当周的 一些主要的议题 比方说呢,在第一周 我们可以看到说第一周呢,我们探讨一些很特别的议题 比方说这个什么? B-wise Operator 那在这个B-wise Operator呢,我们可以看到说 我们要知道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就是说 像C元它操作机体 它每次操作机体,最小最小的单元是什么? 是一个Crector 一个Byte 但是往往呢,很多时候呢 我们操作对象不是只有一个Byte 我往往操作的东西是一个Bits 那比方说呢,我去思考一件事 就是你去思考说 我今天有八盏灯 就像这样,从左到右有八盏灯 那现在很显然就是说 我用1表示它是亮的 然后其他都是0 所以可能可以看到说,我今天有八盏灯 那一开始的时候,左边那一盏灯是亮的 然后呢,如果呢,我想要让 我想从右边数 右边数是第0位,第1位 我想从右边数 第一位的灯,让它设定是亮的 那我该怎么设定呢? 注意到,它今天有八盏灯 你其实不需要配置八个Byte 这个Byte 可是我们呢,用这个一整个Byte 里面的八个Byte 分别表示八盏灯的亮跟暗 那我刚提问,我们从右边 从第0位,第1位 我要让它设定成亮的 设定成亮的 那我要怎么做呢? 事实上你可以这样做 注意到,我呢,从圈区位移 那我位移是什么? 1位移1 然后呢,之后呢,再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Bwise的 Bwise的Over 然后呢,这样的话就可以做到什么事? 就是说,原本呢,是左边这个灯亮 那原本,那因为注意到这是 Bwise的Over 所以呢,我原本这个最左边灯有亮 但是从右边数 第1位 注意到,我们讲的第 我们不讲第1,第2 注意到,我们是讲 右边数第0位,第1位 那所以从右边数的第1位 它是设定成亮的 同理呢,你要从右边数第0 第1,第2,第3 把它设定成亮的,你可以这样做 那反过来操作呢 注意到,你设定的时候用这个 Over 那你反过来操作 要把某个bit 把它清除亮 所以比方说,我今天有八盏灯 那你想要清除其中一盏灯 好,现在怎么做呢? 注意到,我用个 end operator 然后呢 我再搭配什么 搭配我的这个 max operator 好,那 所以你可以看到什么事情呢 我就做这样 可以做一个set跟create 好,那在我们这个bwise 后面的操作呢 基本上还有一些 就是可能你没有注意到的议题 比方说,在这个asci asci里面的编把其实很有趣 就是说,大A 英文字母的大A 大写A 它是在实境位的编号是多少呢 是65 然后,那显然呢 大字益是什么呢 大字益就是65加上26-1 那它的实境位数只是90 可是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小写的A 它不是91,也不是92 好,注意到 就是,事实上呢 大写的A到Z 跟小写的A到D 它差别在哪里呢 它差别在第五个bit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 这整个这个 很有意思 你看到 大写的Z它的实境位变号 实境位数值是90 那小写的Z是12 然后你看这两个东西呢 90跟12你乍看有没有什么 看它们是什么差异 但是神奇一样就来看二进位 你把这个122的二进位 跟90的二进位拿来做对照 你会发现整件事很有趣 乍看呢 好像很多bit是一样的 那差别在哪里 你看到这边是差异 所以这边是什么呢 往右边数 第0,第1,第2,第3,第4,第5 所以呢 我们知道一件事 当我把小写的Z 注意到 小写的Z是比较 数字是比较大的 然后我把 右边数来第5个bit 把它清成 清成0的时候呢 那它就变大写的Z 所以注意到 好,我们今天要在西语言呢 做到大小写的转换 其实很容易 就是 set bit clear bit 好,那底下呢 就是 如果说你要去切换 就是说一边是set 跟那个 一边是set 跟clear 那这边又做什么事呢 这边就是tug 就是说原本是0 就变1 那1就变0 那这边就是用到 厉害的operator 注意到这个operator 很好玩 叫做什么 exclusive over 在exclusive over 里面很有趣 就可以做到刚才说的那种 切换的作用 好,那当然 Device的世界可不是那么 可不是那么单纯 那我们 我们预计呢 把这些案例 都把它汇整好 我现在还在整理 那我已经把它汇整完了 我希望把它整理在 这个 你所不知道的戏源讲座里面 特别 专门来讲这个 Be-wise 那也许这个讲座 比较长一点 它就会有很多这种 很特别的 那 我们在这学期的课程 也会来探讨 在Linx可能 大量存在 这种Be-wise的操作 所以你要非常熟悉 千万不要以为说 这个东西是一个什么 很 专用脚尖 好像不需要 好像 只有非常少的人需要懂 对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 用人数来判断 是啊 但是反过来说 你 唯有 对这些细节 唯有 对Linux Kernel 有宏观 然后又 又掌握到 各式的细节 你才能够充分的 知道Linux Kernel 给你改了 所以你其实要抱着一个决心 我的决心就是这样 我要这样 Do something 就是在Kernel上面做某些事 那我们刚才有提到说 在Kernel里面 其实大量这个 Be-wise 所以你要注意到 像上面这些东西 只是一种变形 那真正难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你要 比方说你要知道是什么呢 你要知道 怎么去比方说 像那种Sign bit 就说一个 1-2的补数 那我们要知道 一个 数值呢 到底是正的 的数值 就是它 是一个二补数的系统 一个有号数 那我要知道它是正的 还是负的 那我要知道 在这个最左边 就所谓这个 也表示那是什么 有号跟无号 什么叫Sign bit 那所以事实上呢 你看 这边的数值 这个是16进位的8000 然后你可能障碍看不太懂 但你去思考一件事 800 再对应到二进位是什么 你看 这个 这个 我们可以思考一件事 就是 十位数 十进位的1就是1 就对应到二进位的1 然后 十进位的2 对应到二进位的数 10 然后十进位的4 对应到什么 是100 那同理 8什么 是1000 然后 所以整件事 有趣的地方在哪里 其实呢 今天这个800 注意到这个80 然后重点是这个8 这位8呢 其实是这样 就是前面有的1 后面是0 那在这个16进位 后面有很多0 对不对 所以你就知道 它就是前面有个1 然后后面是0 所以我不管数值有多大 反正我就是怎样 对我们有兴趣的 最高位的那个 3 bit 去做什么 做b wise end 去知道说它是 是正号负号 好 那底下呢 有一些题目 这个是我们在 这个课堂就有去探讨了 然后 然后我们在第一周呢 就是特别 针对linux kernel 发展很多人 没有注意到这些细节 去探讨 那除了探讨这个b wise 的操作以外呢 其实我们还有 原理之外 我们还有去看一些 相关的应用 就是说我要把b wise怎么用 那比方说我们在课程说明的时候 有给这样一个程式码 对吧 那这个程式码呢 乍看看不出什么所以来 但是呢 我们可以去逐步去分析 那些细节我就不赘述 直接跟你讲结论 这一段程式码可以做什么事情呢 它可以把每个bit 去这样 去把它翻转 所以注意到 所以以 这边来说的话 你看到吗 这原本的数字是这样 就是00001 0010 0011 011 0 那我把每个bit 不是每个byte 是每个bit 反过来写 所以你看这个00 我就抄到这边来 这边有1就抄过来 然后0 然后同理 就是说这个是0001 所以我就变成0001 所以我把每个bit 都把它反转 所以注意到 这一段程式码的作用 就是把 325元宽度的五号数 把每个bit 把它反转 然后 底下有一些探讨 这个什么 这个它的原理 那我们要去思考 为什么需要这种 这种应用呢 然后注意到呢 这个应用呢 可以用在哪里呢 用在快速复页转换 那我们都知道就是 复页转换 其实它是一个在工程上 很常见的一个议题 所以就是你要把这个 时遇 所谓的time domain 转换成frequency domain 所以比方说 像你的音乐 那我可以透过 弗力的转换 把这个 就是因为一开始 我们讲男生的声音也好 女生的声音也好 乍听之下 如果你只是照着时遇去看 你可能就是 讲话的时候可能 震负加大 不讲话的时候 就没什么震动 然后下次讲话要震动 所以乍 从这个频谱 从这个什么 从这个 你只是去记录他的政府 依据时间 然后去看他的政府 你只是 可以看到 有能量大小 但是你看不出 这个讲话是 男生的声音 还是女生的声音 那反过来说 如果你有用频谱 就是我们可以去看到 频率分布 那我们都知道 就是说 女孩子的说话 一般 一般来说 他的频率稍微高一点 然后呢 女孩子的 音域呢 很可能可以比较广 那相当于男孩子的 他就是说话呢 就是 说话的那个范围 频率范围比较有限 所以 我们呢可以透过 幅列转换 把很容易的把这种 原本是以时间为主的 所谓的time domain 把它转成frequency domain 那一旦你把它转去 从实力转的频率之后 你就可以容易看出来 就相当于是 你就 你就会相当于是 你可以把它想到 你就看到乐谱一样 就是那种 无限谱的乐谱一样 然后当然你接着 就可以做很多事情 比方说什么变身器之类的 然后快速复裂转换 就是针对原本 原本离散复裂转换的一些特性 提出一些加速处理机制 然后呢 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边有一篇论文 那这里面的论文是什么呢 它就说 如果你的系统本身 可以去提供一个有效的 每个bit反转的话 那这样的话 可以去加速 加速它的操作 因为原本把每个bit 反转这个东西 它耗费的成本 它可能是到百分之10 到百分之50 你可以看到它的开销是很大的 反过来说呢 我们用这个bit reverse 其实就是这样 就可以去加速FFT 然后更酷的地方是什么呢 更酷的地方是 注意看这张程式版 它完全没有 if else 所以注意到 它的时间复杂度 是什么 是常数的 但是注意到 它是时间复杂度常数 不代表说它执行永远是常数不是 这两款是 我们讲的 时间复杂度是讲的 规模 那底下有一些应用 像比方说 以linus kernel来讲 这个东西就好玩 然后linus kernel里面 网路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 然后呢我们都知道 就是网路呢 就涉及到封包的交换 所以有封包出去 有封包进来 然后 会不会发大财 要看你做什么事情 好 那所以有封包出去呢 有封包进来 然后呢 说明你运气好 说明你有跟对老板 所以你就说明就发大财 然后这个过程中呢 我需要对封包验证 所以你需要什么 你需要checks out 那好玩的地方是什么 它的这个检验 然后这个是用crc 那你可以去查询一下 这个它基本上就是用到一些 多相似的一些特性 然后呢 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它的确也做一个什么 bitwise的reverse bit reverse 所以就说我每个bit都反向 然后我可以搭配这样来做什么 来做这个 解研封包 那甚至你可能知道有个东西叫radis radis在云端的领域 在这个 资料库的应用其实很常见 它就是一个 你可以想到说它就是一个 很有弹性的这个资料库 那本账设计就是分散式的资料库 好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呢 这样的这个应用呢 是非常广 那底下有些参考资料 所以你看我们在第一周呢 就去探讨这个bwise的应用 好 然后 呃 除了这以外呢 我们在第一周呢 也有去探讨什么 像这个link list 好 那这个 详细的请你参照这个 我们也有做 课程的解说 在你所不知道的细语言 这个细节讲座里面呢 我们就有一个link list 跟非连续集结的操作 好 那请你看一下这个 呃相关的细节 然后 呃 所以我今天那个link list 绝对不是那么单纯 只是说 呃 不连续的资料 然后串集起来 我们指标串集起来 不是那么单纯 那我们还要考虑到什么 考虑到 有品味的版本 还要考虑到 呃 比方说如果是环状 那你要知道 诶 我这个 环状的link list 好 我该考虑到什么 好 像那种 回凸赛跑 好 然后呢甚至你要知道 Linux Kernel 它的link list 内部是怎么实作 好 那 呃 除了在Linux Kernel以外 还有很多啦 像Glib的 这样一个专 它在这个 呃 或者是很多那种桌面系统 或者很多的应用程式 都用得到 好 那 过程中呢 还要甚至考虑到多执行序的版本 好 还有在这个Kernel里面的设计 好 这个讲座有提到 请参照一下 好 然后 再来是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呢 我们的作业 就会对应到什么 就会对应到 刚才讲这个议题 好 就是我们刚才讲BY4 讲这个 呃 这些很基本 乍看很基本的 这个数字系统 但是 影响是非常深刻的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作业 呃 如果你点这个作业部分呢 就会看到 我们所谓的作业区 这个在我们整学期的 作业都会出现 那个叫作业区 那这个作业区呢 呃 我们跟很多课程不一样的地方是 很多课程都会花很大心力 去保护 去保护 让每个同学的工作区域啊 让每个同学提交作业的时候 不会被其他人偷看到 很多课程花那么多心力 可能我们不是 我们第一个呢 我们程式嘛 有更新就 就这样 只要你有更新 就把它就把它就把它贴出来 而且你的开发历程 注意到 你的开发历程 开发记录 也是大方的显示给大家看 所以注意到 我们这个课程跟很多很不一样 那你会好奇说 那这样会不会不公平啊 会不会抄袭 简单 就是 在我们这个课程设计这样啊 你程式 写得越快 越的早 你把它分享出来 然后 那 作为一个老师 我就可以越早批阅 然后给你一些意见 给你一些想法 可以去讨论 那反过来说 你可能晚一点 可能看了别人的贡笔啊 看了别人的程式码 有点启发 你才开始做 那显然你提交程式码的时候 就比较晚 那当然你的分数比较低 这个很 很基本的 那但是也有可能是什么 你看到别人的做法 一开始 发现别人提交的比较早 但是 你发现其实这个 做的那样 别人做的可能不是很好 所以你针对他的这个 实作 下去改进 然后甚至跟 其他同学去讨论 所以注意到呢 我们其实想要创造的 不是 那种宁可游戏 就是说 我比较强 我是第一名 就把你挤到第二名 然后反过来说 第二名就挤压到第三名 然后一直挤压下去 然后那可能 大家就在分数上 就在挤来挤去 那或者说为了这个 所谓的这个 呃 为了要做到常态分布的评分方式 注意到我们 我们这些评论不是这样做的 但是有些课程会是用常态分布 那他就可能挤压来挤压去 所以变成说大家花很多时间 去针对这个数值 最后分数 去做这些调整 所以就是所谓的这个 分数挑战 分数导向 那可是这完全不重要 我们在意地方是 个别同学有没有成长 那有些同学呢 他是属于那种很适合的开创 就是很早很早就可以 把程式码提交出来 然后给大家去review 然后分享他的想法出来 那有些同学呢 是这样 诶是看了别人的东西之后 他有一些奇葩一些想法 他可以在这样的节奏下去做 那做一做呢 也许他就不用看别人了 他就是继续在 在思考下去 就是在 在踏文脚步段 又可以做更好 那当然有些同学呢 就是永远都是在 一直在看别人做 看老半天 好像每个地方都要懂 但是自己做的时候呢 反正又做不太出来 一定有这种同学 我相信 而且这样的同学也蛮多的 尤其在台湾的教育 大家知道 其实台湾教育的 每一个学校都在记忆班 什么记忆 考试的记忆 就是花很多时间 教你一个很重要技能 叫做考试 人生什么东西都不要学 就去考试 那你遇到这种 像这种开放型的作业 很多东西呢 虽然有给你支援 但是你会发现 好像没有一个固定的提醒 好像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 那可能也不知道怎么作答 那所以遇到那种 看别人的 写的贡笔 看别人的程式 乍看好像都懂 但是自己又写不出来 同学呢 注意到 这就是一个机会 参与这门课程 给你一个机会 去重新思考 其实你一定有些缓解 是没有掌握的 所以怎么办呢 不要再看下去了 如果你看了一阵子 发现还是没有什么进展 就不要再看了 尝试自己去做 那自己去做的时候呢 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你做到一半如果真的是很疲倦 很疲倦 真的是快爆炸了 那你还是可以去看见别人做东西 所以我希望呢 这过程中呢 让同学们有一个开放的一个 学习环境 因为毕竟呢 这样的行为 跟大家日后 如果到了资讯科技产业 比较像 我们到了资讯科技产业 其实往往我们很多时候呢 花力其实在协作上面 什么协作 就是跟你隔壁的人学习 跟你的主管学习 跟你的这个 甚至跟你的供应商 还有可能跟你的竞争对手 就是可能在一个国际标准下 一个合作的机制下去去做 这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们不是那么强调说 我们一定要什么独立运作 我不认为说在21世纪的人 一定要强调说独立运作 但是我会强调自干 就是自干跟独立运作是两本事 自干是什么 就是他自己一个人 有一个意志 就是说我设定一个目标 比方说我要写一个小型的compiler 然后我开始把compiler 一些必要的基础知识这样 融会贯通 那我为了要检验我自己能不能融会贯通 就是自干的系统 那自干的过程中 比方说自干的compiler的时候 他就 我对那个lexer 我对那种 这些 这些 token的处理 我发现说我对这种 这个intermediate representation 或者说我对那个backend 认知可能不足 所以我写一写就会卡关 但没关系 我绝对思考 绝对想办法就会卡关 所以你看这个自干 其实呢 重点不是造文字 很多人都把自干当作造文字 这是两码的事 自干的重点 自干的重点 在于 你能不能贯彻你的想法 去检验 但是呢 自干不需要 不需要独立一座 这是两码的事 独立一座 独立一座 是你一个人 就像考试一样 不看小超 不看什么 就是一个人去做 这样的东西 这样的技能 在大学前是OK的 这很重要的 尤其在台湾的教育 回家也觉得要考中技能 但是说真的 在大学以后呢 你真的不需要 忙忙一个人 独立这样做 这没有意思 就是你就是跟大家一起学习 然后我们在之后的作业 还会有一个很特别的 就是 要求你去批改 别人的同学 所以你加上一次 你去指出哪个同学 做不好 去要求他改进 或者说 给他一些建议 也许这样做会比较好 或者说 你这个东西 真的是 寫的太棒 但是你这个细节 没有考虑到 像这样 所以注意到 不是说你程式 能力比较差 就不能执政别人 在台湾教育场 会有种这样 就是说 一定一个人要非常优秀 一定要什么圣 圣能 豪杰 才能够去给别人指引 批评 不是 这个 其实说 这个 智者千律 必有一失 那 这个 愚者千律 绝对不会只有一得 愚者 就是笨的人 比较 比较吃缓的人 思绪比较吃缓的人 思考很久 肯定不会只有一得 会得到很多 好 那所以呢 我其实呢 就是希望说我们是一个开放 开放的环境 这样子去创造出来 那当然你也可以善用我们的这个 客人讨论区 那么客人讨论区呢 就在Facebook上 那你可以看我们这个客人说明 好 然后呢 我们在第一周的作业有主要两个 一个是 Level Zero 另外一个是List 分别来看一下 先来看一下 Level Zero 那Level Zero 这个很有趣 就是说这个作业呢 是从CMU的 就是卡丽基美容大学的这个 CSAPP的这个课程 改过来的 然后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呢 做一些扩充 然后在我们这个Level Zero 里面呢 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是这样 就是说 让很多同学去面对一个问题 就是 英文阅读 其实不止英文阅读 还要帮你写作 你写程式的时候要写注解 你程式的时候要写这个 KamiLog KamiMessage 也是要写作 不过 我们就把它算成英文阅读了 好 然后呢 千万不要小看这件事 很多朋友说 学习Linux 要做什么准备 我通常回答是Guts 那如果说 除了Guts的关键 你还需要什么 那我排第二名 我一定喜欢英文 因为你有了Guts 你有了英文 你就可以增幅很多材料 包括说西语源 包括说计算机结构 什么的 那反过来说呢 如果你的Guts不够 所以你就撑不下去 然后你英文阅读 写作有点问题 那就很尴尬 就是你找资料的时候很慢 那你写信要问别人 写信要 或者说要用 用表达跟别人讨论 在Spec overall 上面讨论的时候 你就做不到 你就言不由衷啊 这个东西限制可大了 这个损失很大 然后呢 除了英文以外 还有就是 当然我们念之再之的西语源设计 注意到是基础 我们在这边不会讲太多技巧 讲一些基础 那我们之后就专门在做技巧 让你写出一些很特别的程式 好 然后呢再来是我们这个 我们课程是探讨Linus核心 当然我们叫熟悉 Gnu Linux的开发工具 所谓的Gnu Linux是什么呢 就是Linus核心加上 Gnu的开发工具 所以比方说Gnu的Compiler Gnu的Debugger Gnu的Linker Gnu的那些相关的这些Editor 或是一些效能分析工具 基本上都是在这边 所以我们就会叫Gnu slash Linux 然后再来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论课的大部分的程式码 会放到Github上 然后呢 所以你要学会用Github 然后也学用Git 然后再来是要让大家去学习 怎么去做效能分析 那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自动测试 好 然后刚才有提到呢 这个我们这个作业是从这个 卡内金平雄大学的课程改过来 那他们有一门课呢叫做 Introduction to Compute System 叫做ICS 然后最后这个ICS呢 他里面就是 就是他的第一个 第一个作业呢 就叫做C Programming Lab 那我们这个Lab0就从那边改了 就是说简单说 他希望呢 同学们在进入这个ICS 这门课之前 可以把C元的基础学好 如果你写这个作业呢 写的过程中不太顺利 表示你可能C元的一些认知不够 或者说 包含说 这里面的过程就是说 你的指标啦 你的这个像资串处理啦 还有包含说 你对那些必要的 那些Function Call 可能账户度很低 那在这门作业来讲的话呢 我们的重点就是去实做一个Q 然后那Q的特性是什么呢 就是First In,First Out Last In,Last Out 然后像这样的一个 Last In,First Out 然后所以就说像这种 First In,First Out 或是Last In,First Out 完全就看你这个 不同的这个 不同的这个 这个资料结构的存取 然后底层的实作呢 是透过什么 是透过Linkedist去创造出来的 然后再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说我们在这本课 我们刚刚有讲到 我们很强调的合作 那这个合作呢 是建构在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就是我们要有办法去 要设定一个基准点 那我们这边有个很基本的基准点 就是城市设计的风格 你可以思考一件事 如果呢 你每天用的那个 iOS Android的手机 它里面的工程师呢 写程式很随便 缩排啦 注解啦 就是凭感觉去写 那有问题去修一修 然后不会说去精雕细琢 这样的手机你用不下去 我相信如果你听到说 这工程师那么随便就用不下去了 但是将心比心 扪心之吻 你看到的台湾工程师 有多少花心思 在琢磨城市吗 花心思在做这种最基本的要求 从基本要求一路在网上结构 很多时候不是这些工程师 是要随便的 是因为现实太多因素的考虑 你在很多什么靠北工程师看到这个 这个是一个历史工业 绝对不是只是工程师的错 但是因为这样的一个限制 这样的一个历史工业 导致很多工程师没有办法追求卓越 没办法贯彻一个纪律 所以注意到我们今天讲这个程式码缩牌 它其实它的这个意义在于什么 在协作 它的精神在于是一个纪律 然后更重要的地方是什么 有了这样的一个协作 有了这样的一个纪律 最终呢 你才有办法聚焦在你想要解决问题本身 那当然一开始这样的训练是比较辛苦的 所以我们这边有提供一些工具 比如说我们你第一次取得程式码之后打Mac 然后我们这个PreCommit Hook就会安装进去 注意到你不应该还没执行Mac 就去改程式码 不应该这样 你要先执行Mac 然后把这个确立的hook就安装进去 那安装进去之后呢 再做什么事 就是我们里面就会有一些工具 去检查这个程式码开发的这个风格 然后我们之后呢 会有引入一个机制 我们正会叫做Continuous Integration 那这个东西是什么 就是说你可以设计说 设计我程式 我每天 比方说早上要测试 所以你早上起来 就比方说早上五点测试 那测试到早上七点 然后呢 你早上起来 到了办公室九点 去看报告 这个测试完成了没 那程式码能够编译 程式码可不可以依据测试的资料 或者程式码可不可以在 我们所支援的 宣称要支援的不同的硬体平台 或是这个机器跟机器之间 这些 机器的资料交握 或是这个资料的传递再处理 都是正确的 那这个东西呢 在 Git Git Hook 可以做这些事 所以比方说 我们每次提交程式码修改的时候 可以顺便做这些相关的一个检验 然后注意到一件事呢 任何人 都可以写出机器看的程式码 这个其实很简单 不用说什么读文主啊 读理主啊 有什么差异 就很多人讲说 诶 文主跟理主啊 写程式会不一样 错 如果你只是要产生执行 这太容易了 你这档案总管里面对一个ESD 复制贴商就可以做出一个执行档 这太容易了 那所以呢 我们要到资讯工程师去写程式 不是为了写那种程式 不是写给机器看得懂 这太容易了 我们写程式为的是什么 写人类看得懂 而且可以持续维护跟改进程式 这个就是很大的学问 所以注意到 我们写程式就是给人看的 而且一旦有GET之后呢 其实是什么 就三个人参与 什么三个人参与 过去的你 现在的你 还有未来的你 所以你要去表示 我今天写程式是有三个人 但未来你现在还不出现嘛 对 当下是现在的你 好 那底下就是一个示范 就是假设原本有这样的程式码 然后你可以注意看 我们红色的地方是我们提交的 所以你看 原本这个I指派成0 这一行下一个就是这个1 然后呢 如果你把它缩排 原本是这样缩排在这里 那我把这个1缩排到这边 所以显然是缩排不对 所以这时候呢 你要去提交程式错误的时候 就会出现一个警告 跟你说 你的这个 你的Coding Style 是没有一致的 所以就会告诉你这个件事是不对的 所以干嘛 叫你去修正 那怎么修正去 请你执行相关的执行 那我们的这个 Cook呢 会一直改进 所以不是每一次都是这个画面 它就是看这个 版本变迁 那除了这以外呢 我们在这个系统里面 很特别的地方是 我们不是让大家傻傻去写一个功能 然后再请这个助教去检查 其实不是 在很多美国的大学 他们都会设计这个自动评分系统 那我们在这边呢 也引用这个自动评分系统 好 那我们给大家一个 试验一下这个层次怎么用吧 好 比方说 我们再取得这个程式码 好 然后呢 我们就取得这个 比方说这个lab0 好 然后 取得这个程式码之后呢 你可以打make 好 那make完呢 就是你可以看到说 一开始告诉你什么 一开始 一开始告诉你 get coming hook 好 注意到你一定要先打make 确保这个hook好用 有正确安装 然后之后呢 你会发现说 目录里面呢 多一个新的程式 你可以看 上面是原本的 底下是新的 现在这个qtest 就是后来 后来产生的程式 我们来拿来执行 那它的执行是这样 就是说 上面呢 它就是 上面就是有一些 说明 在那里 好 比方说你打这个help 它就会出现 好 然后 它就跟你讲说 它的一些操作啦 比方说 要去释放记忆体啦 好 比方说你要去建立 建立一个q 然后以及你要去看 执行一个指令要花多少时间 好 然后呢 比方说这边有做个示范 比方说我一开始 去展示你的 你的q的内容 好 所以我一开始用show 去看 一开始q是空的 好 没关系 我就是建立一个什么 新建立一个q 所以我新建立一个q 所以一开始也是 也是没有内容的 好 那我接着去什么呢 我再从在head去吃新的数值 好 然后呢 诶 你看到这个东西好玩啊 好 这个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很快呢跟你讲什么 很快跟你讲说 它的新增 资料 它是 是错误的 然后 所以注意到呢 你看到这个程式很有趣啊 就是你发现什么 诶 原来给你的版本 就是给你从github上取的版本 它其实没有完整功能 好 所以注意到 我们今天这个 这个作业呢 好 就是 就是希望 叫你把程式码把它补完 好 让它做该做的事情 好 那所以 现在给你的程式码是有错误的 好 所以注意到 这是工程训练的部分 很多时候呢 大家以前学 呃 程式设计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是 呃 老师写出很经典的程式嘛 什么和内塔 用地毁解 那这个很美妙 那 其实很多人 最后也是干嘛 也是用背的吧 背说 哦 从A移到B 然后B移到C 然后C再移到A 反正那种地毁 什么AC B BAC 就是花很多时间在写这个规则 然后再花很多时间在背诵 但是 很多人忘记了 工程在干嘛 是在解决问题的 是为人类创造福祉 是一种基本的事情 好 那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 这个测试系统呢 它就很趣啊 就是它可以干嘛 它可以 你一路做 那一路它就 一路就是它会去 呃 会去检验 然后呢 你可以用这个 MAC test 你可以输一下 好 MAC test 它就干嘛呢 它就是输 好 那它有非常多的一个 检验 你可以看到这边很多 很多检验机制 好 所以你看到它第一个 就是 它有不同的tracks 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 它不同的关卡 好 然后对应到不同的分数 注意到这个在 呃 英语里面 讲那个分数呢 就是 如果你有写过一些考卷 那就就是讲这个点 好 那它缩写叫pt 然后你看到它每一关 就比较说这一关是 6分 然后第二关是6分 什么第四关是6分 然后有些关卡稍微分数多一点 有些关卡是7分 好 那好吧 那要什么呢 应该一开始什么事都没做 所以就是 那是得0分 好 然后 呃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说 你要怎么去改 改进这个 呃 怎么去动手 那当然 公欲善其事 必先利息器 所以请你呢 依据这个共笔 这个说明 去安装好必要的开发套件 好 然后这个 安装其实也蛮麻烦的 就是 呃 我们这边有强制规定 好 注意到啊 不要再问我说 什么MacOS可不可以用 我不管 我们就是用Linux做开发环境 那自己怎么装Linux呢 我这底下有一些什么 怎么安装好 你要 怎么装系统啊 好 你在MacOS上也可以的嘛 也可以安装Linux 好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共笔呢 会用这个 Hackend 好 这种台湾发展的系统 当然要支援 然后这边有一些相关的教学 好 然后就是 你可以用里面的数学式 好 就是这个数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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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式的表达法 好 像这样啊 你可以写出很漂亮的数学式 好 注意到这个不是图啊 这是货真价实的这个数学式 好 它跟图片的差别是什么 你可以把个别的这个 上标下标好 可以把这个相关的符号 你的就是整个一部分 可以把它复制出来 好 好 然后这个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我们之后呢 也可以写一些 自动产生一个Lattes语法 那你可以把一些 数学式的 或者比较复杂一些 需要科学表示的一个方式 把它整理出来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如果说你有看过 我们之前的共笔 发现之前同学的这个成果的话 你发现 基本上很多排版都还蛮好看的 然后尤其是这种 这个数学符号的啦 或者说这种方程式的 就显示很好看的 他们不是用图片 或者就用这个Latex语法 那除了这一万呢 我还要学习这个 比方说这个 Markdown的这个语法 好 那再次是像这个 GitHub跟Gitem 请你慢慢学习 好 然后这边呢 有一个 有一个线上的课程 那你可以去参照一下 就是 一本电子书 然后就可以看 怎么去学Git 那也有一些材料 那除了这一万 你还搞定了这些编辑器 好 所以总之呢 就是你花了一个时间 把这东西设定好之后 那我们这边忽略 Git跟GitHub的这个操作 好 一旦你把这些GitHub设定好之后呢 然后 然后我们这边来做一个简单一个示范 然后说呢 你看哦 就是假设我今天去编辑我的Q点 Q点 Q点 H 好 然后做一点小小的调整 比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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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加什么 说 按 好 这样 就是 所以我这边做了一个变更 所以你用GitGitHub可以看到什么 诶 我这边加了一行注解 好 然后呢 这时候呢 好玩的要什么呢 如果你用GitCommit 诶 有点有趣的 GitCommit告诉你们 你的确提交了一个Commit 诶 讲错了 的确有个档案已经变更了 但是你还不能提交 所以你看到 它是 注意到 就是说 这个档案 虽然我们系统侦测到 跟原本的东西是 有差弊 就是就差一行 那你需要怎样 需要这个 GitAdd 把这个什么 把这个 Q.h 加进去 然后呢 这样 GitCommit 你才会干嘛 你才会去编辑 所以就是 加你的触解 所以这是你第一个Commit 对吧 然后呢 所以你可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说 我们刚刚讲这个 GitHook 在做什么事 所以如果说 我今天再重复刚才做的事情 比方说这个 好 这边写来又有一个修改 好 那这时候呢 你可以用Commit-A 就是我可以忽略那个 A的动作 就是有变更 我就把它加进来 然后呢 如果你的这个讯息 是这样写 注意到 你的讯息是这样写 就是 我的讯息是这样 就是 Add a fear to 碰你什么 好 然后你好玩了 注意到 我一旦提教的时候呢 诶 这个系统就侦测到什么 侦测到呢 我的Commit Machine是有什么 是有规范的 所以注意到 我们今天很着重的是工程训练 所以功能训练 其实它也有一个惯例 功能训练呢 会有一个什么 会有一个准则 像这边来讲的话 就告诉你什么 就是我的subject 刚刚那个东西叫subject 就是要改成大写的 好 所以我们去干嘛 去把它变更 好 所以我要把它就是 把它变更 就是原本的这个小写的ADD 我要改成大写ADD 所以我把小写ADD换成大写ADD之后呢 诶 这个Commit就过了 所以注意到呢 就是说 在这边来讲的话呢 为什么你需要Commit Hook 这里你大概可以体验到 Commit Hook的强大 就是它可以把你 换你就是什么 换你检测 一个Commit的有效的状况 然后呢 再来是什么呢 再来是这个 我们的程式呢 在提交的时候呢 提交修改的时候呢 它还可以顺便做一些自动测试 然后我们这边举个例子 好 这边你看 我这边有个 Q 然后呢 我这边已经有个 这个Q Q 这个Q呢 是一个什么 指向 Q 底线T的这个 指标 然后呢 原本是一个Free 我先加另外一个Free 好 这就是好玩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是 所以你看 我提交的时候呢 诶 我还没办法输入 我的CombinMatch的时候呢 系统 注意到这个系统很酷 系统就跟他讲什么 诶 这个Q呢 被释放两次 你看 这边觉得很感动啊 对不对 就说诶 这个好像有了陪你写程式 对不对 写程式的时候有人跟你讲说 这个 这里做不对 所以干嘛 就回去看啦 39行 就是这里 多出来的 那如果是这样 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显然 它是没有变更的 好 同理就是说 诶 诶 我释放两次 会有问题 好 然后 如果呢 如果不释放会发生什么事 我来看一下 这个东西好玩 不释放的话呢 你去提交 诶 诶 乍看知道我系统是让你 commit 好 然后但是在实际的执行来讲的话呢 它会导致一些 呃 记忆体操作的一个缺失 好 所以注意到我们这个 呃 静态分析呢 注意到这是用的静态分析 好 那有些人就要可以去查一下 这个静态分析工具叫 cp check 好 那cp check 已经可以帮我们做很多事了 好 但是像刚才那个 呃 记忆体释放那个动作 好 我们把原本记忆体释放的操作 把它拿掉 好 所以其实呢在这边来讲的话 cp check 这个工具的其实是这样 它们有办法全然的帮助我们 好 所以我们把把这边有free 好 对不对好 我把这个free拿掉 其实你知道就是说 free拿掉的话 意味着什么 我配置完记忆体呢 呃 其实是不会被释放的 好 那就会造成记忆体浪费 好 那你会造成这个所谓的memory leak 好 所以遇到这种情况要怎么办呢 好 所以其实呢 我们底下会介绍另外一个工具 好 这这个工具叫voclin 好 好 那你要使用的时候去把 去安装这个工具 好 那 这个工具可以做什么事情呢 它就可以去做这个 呃 机体的这个 机体使用的追踪 好 你看这种 好 我去 我去 照刚刚那个操作 好 好 然后 所以你看这边来讲话呢 好 这边就是有去释放嘛 好 所以像这边来讲 好 好 你看 欸 我就遇到这个segmentation fault 但是呢 跟刚刚原本显示的东西不太一样 就是说 中间这些细节 其实这样 其实它就显示出来 对不对 还记得刚才只有显示这个部分 所以这边来讲话呢 可以给你更多的细节 去让你知道这个什么 实际的存取状况 然后所以注意到 cpp check 是在 你还没执行的时候呢 就先做检查 所以叫静态分析 然后呢 Walgreens是属于动态分析 所以你看 我们 程式执行前 好 就是 我们做的东西叫做 静态分析 那执行时期呢 就会有个动态分析 我们把静态跟动态把它 整合进来 那在这边作业的要求是这样 就是说 我们这边呢 是有很多规范 那这个规范是这样 就是说 除了你要设定好 那个git以外呢 然后你要去阅读 这个cmu的这个lab 这个你可能要花点耐心去看 然后 这里 然后我们这个课程 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我们会跟着cmu的脚步 我们就追随这个 美国名校 就是 虽然 虽然我们在台湾 但是呢 我们心 不应该就锁在这个导谷上 其实 这个通过网路 这些资讯的分享是 乌眼佛见的 而且 值得一提的地方是 我们的同学在写作业过程中 也发现 cmu的这个作业 它有些程式码没有写得很好 甚至我们没有办法提出一些改进的机制 这都是很难得的 好 然后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在这边来讲话呢 他就跟你讲说 他写得很细 就跟台湾很多作业不太一样 就是 也不是外国月亮圆 应该说 我们台湾的这个助教太辛苦了 就是 这个我都不好意思讲 像以陈大来讲 这个助教一个月的薪水才 三千多块 然后 这个三千多块 又要改作业 又要改考卷 又要出一些杂务 还要接受网上的批评 但你看 这个助教随便去当个家教 随便赚的都是比这个数字大很多的 好 所以 你在这期间怎么 有办法让助教 全心全力投入在这门课 其实是很难的 所以我也知道这个问题 所以在我的助教 我不会要求他去改考卷 也不会要求他去改作业 基本上改考卷改作业 改作业是我自己做 好 那在这个作业来讲的话 就是 你可以看到说他一些 一些设计的思维 他的思维就是说 他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独立运作的砖 然后 这个 所有的这个运作 就可以电子化的方式去进行 然后你需要去安装好Linux MacOS可以运作 但是在某些case 它不会完整 事实上在MacOS上 执行会不太一样 所以这边强烈建议一定要用Linux 好 然后呢 这边就是说 希望你可以掌握CMU的开发 好 那刚刚有提过了 那底下有一些 参考资料 好 然后呢 AutoLab是CMU的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注意到这个东西是没有开放原始码的 就是CMU特有的 那因为我们这门课不会连接到CMU的资源 好 所以你 请你忽略 AutoLab 我们之后也许会自己再发展一套专门的 就是 专门的这个 这个 评分系统 就是说 达伯刚才讲的Githook 那也许我们之后会发展一个 一个 类似AutoLab 但是 OpenSource的一个专 那并且是 鼓励大家去善用 不过目前还是不行 那同理 这边这个 从这个 download assignment 这个东西也请你忽略 这个东西都是CMU特有的 好 那接下来看讲这个作业 所以这个作业来讲 一开始跟你讲 分析这个资料结构 所以这个Q.h里面有这个 然后呢 它在视觉化去呈进 大概就这样 所以这个每个Q 它其实就是用Litlix把它串起来 所以你看这边有个CAB 然后呢 再把这个B 这个B A B E A D 然后 之后再怎么 之后再串到这个 好 那所以可以看到说 在这边来讲话呢 它就是用这个Litlix 去实做出这个Q 好 然后那Q呢 它有一些Function的基本操作 所以你需要去 改写 去实做这些Function 那原本这些Function呢 基本上都有一个框架 就是一个主体的 但是 它有一个 基本样貌 但是有些地方是 实做是不完成的 所以你必须把它补完 好 然后呢 那这边来讲话 你可以执行这个Q Test 然后底下有些 跟你讲这个东西怎么操作 好 然后呢 我们在这边呢 已经有做一定的改变 所以注意到 我们算是阅读这份文件 但是 有些设计 其实不太一样 所以请你不要执行 上面这个 要执行下面这个 Mac Test 好 然后在这边来讲话呢 有特别提醒 就是说 这是一个牛刀小事的一个 一个 一个 钳制的 那个 一个练习 然后呢 在之后的作业呢 它会逐步的去加深它 加深的难度 好 然后 再来是我们在这边来讲话呢 我们希望大家的作业老师 就是提交到GitHub GitHub上 然后呢 有很重要的地方是要什么 把GitKamiMesh写好 注意到 你千万不要呢 只是什么 只是每次Kami都写什么 写一个什么 update 这种东西好了 就是谁写一个update 绝对不是update q点 q点c 千万不要写这种message 这个message是没有用的 因为 这个 Git一定知道什么 一定知道你的 档案 哪里被修改过 然后 这边呢 就是参照一篇文章 那这个文章就是 如何写一个 一个好的 一个KamiMesh 然后 所以注意到呢 我们前面有提到 我们强调的是一个协作 我们这个 提过很多次 所以在这个协作呢 我们就要这个文化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协作的文化 然后 所以你可以去思考 就是说你看 上面是个比较 比较不好的一个情境 就看起来乱糟糟 你光看这个 你就不知道 它上面每个数字 这边数字就是一个 Kami的一个hash 然后后面是一个message 所以你看这个message 看起来很乱啊 写那么惨 但是呢 如果说你看底下这个 显示好多 好多了 对不对 就是说 你虽然不知道这个专业在做什么 但是 你大概过程中可以看到什么 它有测试 有个东西叫metadata 然后呢 有专门的一个metadata测试程式 然后再什么呢 再是 这边有个东西 EPUB 一个电子书的一个格式 所以这边是 产生电子书 所以我今天可以猜得出来 这个Duckbook是什么 应该是一个跟电子书有关的一个程式 所以我把Duckbook这个程式加进来 用这个东西来产生EPUB 产生一个电子书 然后呢 那当然过程中呢 可能有什么 有些逻辑的处理不好 所以我把某些东西Rework 所以你看 这个东西显然就比较清楚了 就是它是 呃 我们在意是这个简洁 然后注意到呢 我们前面很在意的英文 又出现了 我们 有时候呢 很多同学 这我教书的前六年 然后发现很多问题 很大问题就是来自 呃 很多的英语 是针对什么 很多的英文能力呢 是针对这个考卷座的最佳化 但是在写作的时候 因为很少写 就是 写都是照字式去写 但是今天很多人就是问题就是 在表达的时候表达不出来 就讲不出什么字 就是 Fix Add Update 然后就是说 或者是什么 implement 那可能讲不出其他的 那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所以 呃 这东西是很很严肃的问题 就是说如果你的表达不好的话 你没法在Stake Overload上面问 所以你只能 你只能在一些比较刺激的讨论区 或者在PTT上面去问 他当然是这边会有高手 但问题是高手是相对比较有限的 那高手 是在 但是就是你也知道 台湾的高手通常满 就是很多事要做 那你在Stake Overload是全身 很多人在看的东西 所以他上面的高手 只要你表达清楚 那高手会愿意帮助你 那同理呢 在Linus Kernel的这个 Git and message 也有很多可以去协助你 所以注意到底下有些 有些规范 就是说你的这个风格 你的文法 大消息惯例 这些东西都应该清楚的讲 然后呢 这边就是来讲话 就是把这个 把这个 Combin message 把它做个归纳 所以比方说你看 就是我用个空白 空白行这里 这边 中间的空白 来去去个什么 我的标题 标题叫Subject 那Subject呢 应该怎样 最多只有50个资源 那其他是本体 内容本体 所以注意到 这时候就是考验你的英文写作 然后 其实也不用用到什么很复杂的字 但是重点就是要 就是 要解释得清楚 然后 这件事很重要 就是很多人觉得说 我写作业只是写程式错 我们工程人员 你要知道 有两个东西 是不同的概念 一个叫Engineer 一个叫Geek 先来讲Geek Geek就是 基本上就是看很怪的人 反正就是 看着电脑会哭哭笑 然后不知不觉 把什么神奇东西做出来 Geek 这OK 对吗 这个世界还需要Geek 但是这个世界更需要工程师 工程师是要沟通的 跟使用者沟通 跟其他工程师沟透 然后沟通要怎么做 有效的沟通 不只是坐在面对面 去说话 去感受到对方的存在 不是这种形式而已 有效的沟通是很多种的 从电子邮件 从视讯电话 然后包含说今天 透过程式码去交流 所以最大我们 与其说它是程式码 只有程式码交流 更贴切的说法是什么 它是一个发展轨迹 所以注意到我的程式码 可能改了好多行 但是我为了说明它的变化 甚至还有跟EQT是绑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之后也会来练习 所以你尽可能把它写一个详细的 详尽的一个写法 如果说你有来我们的课堂的同学 那我们就会来做一件事 因为毕竟很多教材都已经贴到往上 所以课堂上绝对不是把 录好的教材在教堂上 在教室上播放 不是 我们在课堂 课堂时间就是来干嘛 我们到教室 教室能做的事情 最简单的事情就是 把同学们的程式码 当场抓出来 然后干嘛 当场批 好吧 当场给一些建议 然后当场盖 那当然这个东西 很多同学第一次这样做 觉得心里会觉得不舒服 但是说真的 如果你是一个强大的工程师 你本来就要有这种准备 接受人家评评 反过来 如果你一开始就认定 你永远不能成为强大的工程师 那就滚吧 这个世界不需要弱者 当然你在一个领域是弱者 在另外一个领域可能是强者 就是完全取决说 谁需要你 有多少人需要你 这是一个很 很现实的议题 好 然后所以注意到 我们这么多要求 我们要求协作 要求你去做这些规范 要求你去思考 然后发展出未来怎么维护 就是为了让 让目标锁定在 成为一个强者的路途上 好 那底下呢 请你慢慢看 注意到你很多文件 都是要写那么多的 就是你怎么做 之类之类 请你慢慢看这个 这个做法 好 然后 所以 请你写出什么 好的get a comment message 然后 除了这以外的话 请你去编辑这个作业区的这些 这些什么 就是它的这个 描述 描述 那注意到这边呢 我们都有清楚的格式 这边 都有一个清楚的格式的设计 那顺便给你提一下 为什么需要一个清楚的格式 因为呢 我每一篇 就是我尽可能 每一篇共笔 我都会自己去批改 那所以呢 如果你的作业 是符合我们的期望格式 那我就很容易 像画面中可以看到 我有 收不完的Email 那有很多都是这种作业 那我觉得去批改同学们的作业是 对来讲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 所以我的心有疑虑我就来批改 那所以这边来讲的话 我就可以知道 这个共笔啊 变更的状况 这边看到这个变更啊 什么有人 又搞错格式的啊 什么鬼啊 反正这个就可以看得出来 然后呢 甚至可以 可以去追踪到 比方说 比方说我们看起来 比较少人 比方说 好 比方说在这边来讲的话呢 我就会追踪 这个比方这个Ken同学 然后这个刘同学 然后或者是其他同学 他就知道他中间变更 那如果发现有些内容写的不够详细 或者在有些内容是有问题的 那我就可以讲 干嘛讲 我就可以建议 然后 所以最后呢 就会变成什么 我跟你的一个共同创作 然后 所以如果你做的越多 你做的越早 你可以学越多 反过来是 你永远都是看别人的东西 然后看看 然后 复制贴上 那你绝对不行 绝对不会什么成长 所以注意到 我们呢 其实这样子 把很多共笔贴出来 也 绝对不是为了什么 绝对不是为了让你抄袭方便 或者不是为了让你偷懒 绝对不是 就是真正有学到东西的人 是可以 体会出来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个系列课程 跟很多课程很不一样 就是我们这个课程呢 很多同学可能在修第一次的时候 可能没有很好 第二次 第三次 最高纪录有遇到 那个连续六个学期吧 都来修我的课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但是都来 那就是说 我相信他对自己是有些期待 然后一步步也看得到他这个成长 那我们这样的一个共笔的互动 我觉得是很重要 因为以前交作业是可能是到day night之后 助教老师才开始改 这个我们在还没发day night 还没到之前 就可以来干嘛 可以当场给你建议 而且是及时的去追踪 所以再提醒一下 格式一定要给我写对 拜托 好 那我们先到这里 谢谢